大家好我是老罗 我生活在加拿大的卡尔加林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户外频道 今天我要说一说弓箭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弓箭的梦想 自己拿那个小小的竹子 弯一个弓 把一个绳子 之后用竹子削一个箭 前面削尖了 后面锯出来一个小小的缺口 搭到那个绳子的弦上可以射箭 那个弓箭可以射出去10米左右 那个箭削尖了还是挺有威力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弓箭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 那时候都用不了 常见的弓有三种 最简单的就是长弓 我这手头有一个长弓 只是小孩子的玩具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一根长长的棍子 拽一根弦 拽一根绳子 但是它这还做了一些什么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这里可以放在 也就是说这个弓 你可以 左手 也可以右手 用左眼瞄手的 瞄准的叫左手弓 所以它这个弓 两个手都在用 它是根据眼睛来判定的 关键就是看你哪一个眼睛是主眼 这个要进行一个测试 我本来以为我是用左手弓的 但是经过那个测试之后 我是用右手弓的 还继续 长弓 长弓的结构最简单 就是一根木头条子或者其他材料 这个好像是玻璃纤维 就是一根长木条 但是它这个形状也很有讲究了 这里会出一些 越到弓烧头会越细那种 之后它木头削得很好 并且它那个木头也有很多的讲究 这个装一根弦 这就是长弓的 总体来说非常简单 在野外生虫的条件下 如果你有绳子可以做弓弦 再有一把刀 你就可以在野外找一颗合适的树来做成一把弓 装上那个弦 这样就可以用作长弓 常见的弓有三种 长弓是最简单的 反取弓 顾名思义 它这个是反着弯的 像这边弯的 这边是像这边弯的 就是说它那个弦没有装上的时候 它这个弓是像另外一边弯的 所以叫反取 等到这弓弦装上之后 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两个弓烧是像另外一边弯的 反取弓在相同的棒数拉力情况之下 以及用相同的那个剑的长度 那个拉锯的情况下 可以把弓做的短一些 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反取弓最有名的应该是蒙古人 他们骑射的那些士兵 他们用的是最有名的 因为弓反取弓短嘛 他你再马上可以换来换去 可能也更方便一些 不会弓挡住 并且对于打猎来说 你在树林里头要是很长的话 行动是不是也很不方便呢 下面看一下我买的复合弓 复合弓是现代的弓 复合弓 这把复合弓是用了复合材料 它这个框架是铝合金了 这里应该是碳钢了 之后这个弦的应该是尼龙的 之后还有很多塑料的配件 复合弓最大的特征 应该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两个笼子 不知道大家要注意到没有 这个笼子是圆的 这个笼子是不圆的 它是一个类似于椭圆的形状 这个类似于椭圆的形状有什么用呢 拉的时候比较费劲 你拉开之后呢 你可以只用很很小的力量 这样就能够保持弓在张开的程度 像这把弓是入门级的列弓 当时好像我买的时候是网上写着400多美元 我最后到店里头在加拿大 因为我在加拿大 我们就叫巴斯普奥 他们有卖户外的很多东西 我到他们那去买好像是500多 复合弓内有一种是两个椭圆形的笼子的 我这个是一个椭圆形的笼子的 它结构更简单 更可靠 这个弓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这个拉力的范围 可以调节的非常大 从20磅到70磅 我现在应该是在40磅左右 一般都有这个瞄准镜 箭台叫箭台叫什么 有箭放在这里 这两个东西都是可以调节位置的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个瞄准镜的这几个点 还有这个箭 放箭的箭台的正中心 还有这一个搭箭的这一根弦 还有在弓的这个受力的这两个B 它们是在一个平面上 这样可以保证你射出去的箭 是很直的 而不是扭曲的那种 没有扭曲的那种力 这样能够保证精确度 这还有一个小小的水肿仪 用弦上这个部分叫一个低环 射箭的时候的这一个箭从这穿过去 这是箭台嘛 穿过去 就抢到弦上 听到轻轻的咔嚓哒响一声就进去了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你看这个 箭的羽毛它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有一个是另外一个颜色 这个箭头朝上 这个颜色朝上 为什么 原理在这 你看这个箭台 你这个羽毛从这儿可以过得去 从这儿可以过得去 从这儿可以过去 所以有三个开口的地方 这三个开口的地方 刚好就对应这三片羽毛 当然这个羽毛是塑料的 这个不是用手直接拉 我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直接用手拉 射这个箭 但是这种在设计的低润是可以用那种叫释放器的release release就是这个装置 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这左手上再有一个袋子 这有一个袋子 你可以挂在手腕上 我把垫线取掉 可以挂在手腕上 这哪怕你松手 弓也不会掉下去 这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第一是它真的不会掉下去 你不会摔到弓 第二个人是给你一个心理的提示 实际上是你不需要把弓转得紧紧的 防止它掉下去 因为你转得紧紧的时候 你就紧张了 肌肉有张力了 等你放箭的那一刹那 你这个张力就会引起这弓的轻微的抖动 那个准确程度就会降低了 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好这个release就是用来放箭的 就像一个扳机一样 它在前面的时候它是关上的 你把它抠下来它就张开了 把这个装到手腕上它这有一个袋子 好装到手腕上装好了 之后你把这个扳下来它这是张开了 放在这个D环里头 这时候你要注意 不能往这一碰 往这一碰它就收开了 这个扳机非常灵敏 设定之前的你这个手指头在这个扳机的后面 除非等到你要放箭的时候 这样轻轻一按就放了 不能射箭的地方 你拉着空的弓的时候 手指头一定不要放到前面去 我们还有一种练习用的release 它就是这个 哪怕你碰到前面它都不会打开的那种 前面就是一个简单的钩子 它没有那个释放的功能 那种是张门练习用的 因为这是安全考虑 弓拉满之后你没有箭 你把它空放出去的话 它那个弹力是相当大的 可能一些部件会损坏之后 它会飞出去 这个弦的会甩过来甩过去 可能会伤到人伤到东西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能放空闲 好拉一下看看这样子 手指头放到后面 一定不能到前面 拉开之后这样 就是你拉满之后 你只需要用20%的力量 就能够维持弓在拉开的状态 弓弦上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圆环 当你弓拉满之后 它这个圆环的孔刚好是对准前面的 用你的瞄准的眼睛 从这个环里头看过去 再看这个瞄准 再看这个瞄准的尖端这个点 之后再看那个靶子的芯 这三点乘一线 就是我们的瞄准了 这三个是用来瞄不同距离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叫弄到20码40码60码 这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调节的 当你刚拿到工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需要去调节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拉距 你这个能拉多远 你的键用多长的键是最舒服的 你要拉就近了 你拉到这它已经没有 你要拉就圆了 你拉到这它还没了 你实际往后转 这样的话对你的封确程度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当你的拉锯调整好了之后 这个棒数你的拉力是多大 也要调整 都是可以调节的 这是调节拉锯的 调节棒数是在这里有个螺丝 两边一样的 这一个这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人建议最好还是找一个专业的人来调 这个东西前面这一个应该叫平衡器 后面这一个它应该叫silence 就是把弦挡住 它是软橡胶的 射完键之后的弦碰到这个silence上它很软 就它就不会再震动 你就不会有太大的声音发出来 这是我喜欢弓箭的原因之一 前面这一个你可以是平衡弓的重量的 让你能够射的更更准确 如果是射把专门射把用的那种弓箭的 有一些前面的平衡感会很长 据说有很好的稳定性 射的可以非常精确 箭的就是碳纤维的箭 后面有一个这样的有缺口的地方 这是搭在弦上面的地方 箭羽毛有两种颜色 这个是朝上的 这个箭头是练习箭头射靶子用的 比较容易拔出来 对靶子的松伤也比较小 还有打裂的头 这个它是一个螺丝可以拧下来 你只要把它拧下来就完了 实际上你刚买到箭的时候 你比这个要长 它是很长的 适合最长拉锯的人用的 它给你测了你的拉锯之后 把箭给你截短到你适合的程度 刚好我在特价的时候买了这个 打猎用的箭头 固定刀刃的 碳钢的 它这个刀刃的宽度是一英寸又十六分之一 而在阿尔伯塔规定的最窄的那个箭头 就是这个叫刀片头吧 最窄的刀片头 那个好像是刚好低于一英寸 是八分之七英寸以上就可以用 弓的棒数呢 最低是四十棒 刚好满足要求 好关于弓箭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介绍我用的我买的靶子 脑螺生活户外频道